專機是降落了松山機場之後 他是直接下榻了君悅飯店 接著今天一早就開始啟動 他滿滿的訪台行程 包含像是一早的時候 先是視訊台積電的 董事長劉德英之後 是也到了AIT來拜會 那現在部分也是離開了AIT之後 就要前往立法院這邊 來進行朝野黨團來拜會 也可以看到在立法院這邊 周遭的委安也已經全程的戒備了 此外其實包含大批的媒體 都在現場來隨時守候 而地上的紅潭 也是在昨天晚間的時候 就已經先鋪起來了 也代表是要來迎接重要的貴賓 也就是美國訪台的這一群人 此外其實在立院的這邊 議場這邊 其實正門部分的包含像是鏡子 也是在一早的時候 就先行來拆車了 主要就是可能是為了 這現場大批的媒體來守候 就怕會發生一個危險 此外其實在稍後的時候 在也會來進行跟朝野黨團 進行一個小時的會面 至於在訪談的過程當中 到底會談什麼 也都是大家所在關注的 而此外其實原本也傳出 其實是還在確診的立法院 院長尤錫坤 是會提前來解割 但是最後是因為他今天 快篩陽性還是沒辦法出關 因此是先代為由立法院的副院長 蔡其昌來代表接待 而在稍後之後 裴洛西之後還是會帶領 拜會朝野黨團之後 也會到拜會總統蔡英文 之後其實也是會來對外 來發表談話的 接著也會跟蔡總統來進行 午宴的 而在下午的時候 兩點左右 也會到了新店的人權文化園區 來進行參訪 最後在五點左右 也會來離開台灣 而只是對此 其實對於美國中醫院議長 裴洛西來訪台 其實中國大陸的部分 也是有進行強烈的反制的 也包含像在從明天開始 在台灣的外海周邊 都會來進行軍事演習 也相當於似乎 是要來封鎖台灣三天 那對於這個朝野黨團各界的看法是如何 稍後都將會持續為你來關注 以上目前現場最新情形 現場時間 蕭環碰內主播 謝謝怡仁 為我們帶來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稍後有任何的狀況 我們會持續的為您